调好没有啊 这儿好好看 来 这背景真好 好好看啊 上去 快点快点 快上去 小心点啊 小心点 苏林 嫁给我吧 虽然我现在没明没有钱 但我向你保证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 绝无二心 如果违背誓言 我就 出本被谁撞 上去被人骂 不得好死 苏林 嫁给我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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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姓名 姓名 警察同志 我真的不是嫖娼 问什么你答什么 姓名 张世华 陈寅益 执业 演员 大声点 演员 和男方发生过几次关系 有没有金钱交易 现金还是转账 你这么个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姬 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真的不是嫖娼啊 记得算 算是婚外请 好了 调查清楚了 你可以走了 警察同志 你看这事已经查清楚了 能不能替我们保密啊 我们不会随于传播因此的 谢谢啊 细眼的人模狗样 还跟这种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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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回家 连个电话都不敢接 凭什么苏丽科拥有动动 我却出了我 一无所有 还没到结局呢 还不知道谁是赢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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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龙龙 你干嘛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没有 老婆 你先把刀放下 我在写新戏找灵感呢 写到女主的老公出轨 女主想要把老公给杀了 我实际还找不到人帮我失戏 然后我就把你当工具人了 老婆 以后能不能别开这种玩笑 不过老公 你刚刚的表现太真实了 好像真的是自己出轨被抓到了 有吗 你不会是背着我 上了什么表演大师班吧 没有 没有 背下了 你觉得营运怎么样 我跟她又不熟 我哪知道她是怎么样 我又没有问你她的人品 她的人品我知道 我是说 她当你新戏女主怎么样 新戏女主 不来好吧 哈卫是不是不来够啊 不行吗 哈卫好像确实不太行 而且跟你也不搭 观众会不会觉得 她是想靠你上位啊 那倒也没有这么夸张 现在的观众啊 只要演技好就行 我倒是听说 她演技挺好的 要不你让人试试也行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昨天晚上十一点零三分 我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我们查证过了 没有嫖娼行为 知道 他们是婚内出轨 我就是张书恒的妻子 对不起 我一时冲动 不管怎么样 报夹警都属于违法行为 扰乱警情会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 依法可以对你进行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好在清洁较轻 五百元罚款有意义吗 没有 刚刚 苏莉姐 好巧 谢谢 不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 有什么事吗 你叫书恒助理多久了 刚刚一个多月 他们对你好吗 挺好的 是吗 结婚了吗 结婚了 为什么要发短信提醒我 你怎么知道是我 真可爱 那我想想看 我是怎么知道的 苏莉姐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两个电话 哪个是老板的电话 老板的格局比较大 所以这个张总中间 我加了一个空格 那天那个聚会 除了你和Cindy 别人都不可能 给我发消息 后来你还故意提醒我 张书恒 我不同的方式 存名字 你讲到这 对 苏莉姐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 你放心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谢谢你 在我认识这么多人里面 你是唯一一个 提醒我 并且帮我揭开 这一切虚伪面具的人 那天晚上 我在酒店 亲手拍下他们两个 在一起的画面的那一刻 我很难受 但是我重生了 那是我重生了 以前的苏黎已经死了 现在的苏黎 是全新的苏黎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 对你是好还是坏 我只是不希望你生活在欺骗里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一定能够忙 怎么样 那我把外套给你吧 谢谢 你能够多了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给我个机会帮着你 苏黎姐 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候 不如把她当作是攒足镜 往前冲之后 偶然获得的意外加七吧 人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地保持光鲜亮丽 干净十足的 你能够多了 谢谢你 面试的人都到了吗 都到了 苏黎姐 盈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试戏啊 可是我还没有告诉你啊 你怎么知道今天要试戏啊 我看到你们卡瑟廷团队的人 发朋友圈了 你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你我们俩的关系 还需要跟这么多人一起试戏啊 没关系的 你加油 一会儿试戏呢 大家都互相帮忙 各自提前配对好有搭戏的对象 你好 你愿意跟我搭戏吗 你愿意跟我搭戏吗 你和苏黄师关系这么好 还需要我帮你搭戏吗 谢谢 你们就是嫉妒 他和我在一起 是必然的 你又老又强势 男人没有任何留在你身边的理由 理由 难道你像个傻子一样 就会叽叽喳喳 就是他臭会的理由吗 你这种被抛弃的女人 需要发泄一下 谢谢苏老师 好 也那不错 但是和这个角色的年龄感呢 还是有一点点偏差 我再想想吧 辛苦了 下一位 好 下一位演员老师 太空笑了 太空笑了 你的待到呢 没找到 那我来帮你吧 好啊 开始了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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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打你就打你 难道我还要挑日子吗 抢了我的男朋友 我狠狠地杀了你才解恨 麻烦你搞搞清楚 那是我老公 你才是赵三 他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和你玩玩而已 他和我之间 就像缘和缘心 他始终绕着我 而你 只不过是一根辅助线吧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你真的以为 我对你是真爱的 男人出轨 只有林子 和无数次 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 到时候 只怕你的下场 比我还藏 林燕 没打同意吧 我刚刚就怕你情绪不到位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但是你演得特别好 把女主角演出了一种小三的感觉 你演出了那种我要的很多劲 我特别满意 那待会儿 我跟导演还有制片人说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就定你演女主角了 真的 嗯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盈盈主演的新剧 出轨必死 接下来会问两位老师几个默契问答 两位老师要诚实回答哦 喜欢四季牌还是安全牌 四季 谁的笑点更低 老方 我回来了 今天发布会非常地顺利 就等你去本了 今天要做饭 好好地靠到我最美 最优秀的老师 这张是主摆报 要亲密一点 张老师 您在新剧中 和晨莹老师饰演的是夫妻 那么请问张老师 您现在单身 会更喜欢苏黎老师 还是晨莹老师这种类型的妻子的 这两种类型各有千秋 有多数 老婆 一切都是为了生产男人 对不起 失眠编剧苏黎的新作出轨必死 此前经历了幻女主的风波后 确定了新女主 陈亦莹 新剧《一波三折》即将开拍 喂 我有男明信张书恒 和女演员陈亦莹的出轨爆料 我还要买热搜 无论花多少钱 我要让这条新闻上热搜第一 也要回答 这条新闻都种了 这条新闻 有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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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啊 这不是那天 你不是说的消息 没有新楼出去吗 为什么会有多白照啊 所以怎么办 别人会不会看出来 没有直接发照片 而是说周二见 看来事情还有回眷的余地 不管是为了要钱 果然是为了要钱 果然是为了要钱 你别管我怎么拿到的 满着我手上 有你们初北的实锤 算是真的 算是怎么办 开个价吧 爽快 五百万 五百万 他妈长钱了 有娱乐圈赚钱这么容易 五百万买你和你钱人的钱 不多 二十四小时那点钱 你分不少 否则我就把料卖给人 倒计时 开始 你收定了多少钱 我的片酬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去凑钱啊 我之前投资都失败了 其余的钱在股票 都被套住了 我一时半会儿 最多也只能凑几十万 你没有 你老婆有啊 你想个好点的理由 跟她要 我 你 我 老婆 你能借我点钱吗 好啊 给你发个大红包 两百可不够 两百可不够 那你要多少 五百 五百 何时 五百 五 五百万 五百万 这么多 你不会是 出轨别给我再抓到了 想花钱了事吧 怎么可能呢 跟你开玩笑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 吴总跟我打电话说 有个项目找我合作 说这次一定能赚 我到时候一定还你 我保证 两口子 有什么还不还的 明天我就去银行 转给你 还有吴总说 这次时间比较急 那你早点 好 跟我去点 我最后好像是 我一回应该是 那根本就是 我看见 你不是什么 你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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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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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银行有限制 只能一笔一笔转 我昨晚查了资料的 五十万 咱们就可以告他敲诈勒索 最高可以判十年 他要是收了这五十万 局势就逆转了 我们不但可以 让他把钱给吐出来 还能让他把照片给销毁 聪明啊 情况有变 我要五百万现金 以四点钱带着钱的汇转中心 现金 只有两个小时了 突然变了 来不及了 超过时间 没懂的 现在怎么办 真赚五百万 还能怎么办 快走吧 比较 死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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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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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瑶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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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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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